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0月27號 星期五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向您介紹一款近期備受好評的保健品 三高代謝寶 現代人的生活很忙碌 但是不能忽視了健康 三高問題越來越常見 很多都是因為代謝失調所造成的 而三高代謝寶正是為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壓患者 而特別設計的食療補充品 它融合了多種天然成分 反饋效果非常好 了解詳情可以點擊下方的鏈接 或者直接撥打北美熱線電話 讓三高代謝寶幫助您邁向更健康的生活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李克強突然離世的真相被曝光 習近平另有致命危機 拜登轉彎支持人道援助巴勒斯坦 哈馬斯發言人受訪面對尷尬 丟下麥克風走人 還是拜託您在節目開始之前 點贊訂閱希望之聲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天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27日 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突然離世後 外界對他的死因猜測不斷 有重要人士透露 李克強真實的死因令人無比震驚 外界認為這標誌著中共體制內的改革派被徹底丟掉 中共官方發布的副告五次提及習近平 有評論認為 這次習近平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獨立時評人作家蔡勝坤在X平臺上發消息說 有重要人士透露李克強真實的死因 簡直不敢相信 無比震驚 在高速運轉的攪揉機中 每一個人 哪怕是所謂的鄭國級高官 依然如同蝼蚁 毫無尊嚴 毫無價值 習近平對李克強的不滿是公開的 也是長期的 當初推選接班人時 如果不是曾慶紅力挺習近平 總書記人選呼聲最高的是李克強 胡文也非常賞識認同李克強 而在擔任國務院總理10年期間 李克強的經濟政策受到全面打壓 李克強的人馬受到全面監控 李克強的財權 人權被悉數剝奪 李克強與國務院工作人員最後一次告別時突然說 人在幹 天在看 蒼天有眼 這句話指向誰 又是詛咒誰 明白的人自然明白 路透社報導說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政府政策顧問表示 毫不誇張地說 李克強之死是一個可以穩步推進改革的時代 已經結束 李克強曾說過 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 絕不會也不能關上 長江黃河不會倒流 但在習的主導下 中共逐漸回歸封閉的舊政策 這加劇了中國的債務負擔和工業產能過剩 而連李克強呼籲的地攤經濟也受到打壓 除此之外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當年當眾羞辱李克強的視頻 也在網上瘋傳 視頻當中 當劉鶴念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名字的時候 他剛剛準備起身致謝 結果劉鶴馬上念了下一個名字 李克強趕緊坐下 用整理領帶 扶眼鏡等動作來演示尷尬 新華社27日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 國務院和全國政協的名義發出復告 並按照慣例回顧了李克強的生平和試圖經歷 以及工作業績 引人關注的是 在復告中至少5次提到了習近平 其中2次強調 李克強在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取得成績 還有一次指李克強退休後 堅決擁護和支持習近平中央領導 而新華社的大頭條仍然是習近平開會 時評人張天亮發推文感慨道 一尊這得是多恨李克強啊 給個背極埃榮的待遇 也算是顯示一下黨內的團結 也有的網友唏噓道 李克強到死都沒混個頭版頭條 資深媒體人石板明夫發文指出 自江澤民時代以後 中共前領導人突然過世的情況已經很少發生 加上近期恰逢外交部長秦剛 和國防部長李尚福接連倒臺 即使李真的是自然死亡 習近平依舊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臺灣信民兩岸研究協會理事長黃青龍認為 李克強過去在總理任內從來沒有聽聞有心肌梗塞 心臟病這些病史 突然間就這樣走了 非常奇怪 更何況68歲這個年紀甚至比現在中國的人均的平均壽命都還要低 我們知道在中國領導人層級越高都有很好的一個專門的團隊來照顧他們的健康 他跟習近平之間過去有怎麼樣的分歧跟矛盾 坦白講公眾大家都會有個疑問 他會成為習近平在這個事情上面永遠擺脫不掉的一個陰影 法學家袁紅斌分析表示 中共二十大前習近平清洗的主要是與他權力爭鬥的對手 這次整肅的基本上都是習近平自己親自提拔的親信 原因就是習近平突然發現 即使是他親自培養親自挑選的這些官員對他不僅沒有絕對的忠誠 而且表現出了絕對的不忠誠 迫使得不得不出手整肅 這才是習近平現在最致命的一個政治危機 時平人橫河認為 中國民眾現在對中共最高層絕對不信任 對執政者而言這種不信任很危險 因為執政最終靠的還是老百姓 這也是中共為什麼一直在對內洗腦編造謊言 如果在公開的情況下 大家都不再支持了 中共很快就將倒臺 因為民間的不滿 肯定會反映到黨內的各個階層 美國總統拜登和他的團隊近日對以哈戰爭的立場發生了明顯的轉變 從原本毫無保留的支持以色列 但在以軍迫在眉睫的地面攻勢前轉彎 強調有必要保護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平民 也就是支持以色列停止攻擊加沙走廊 讓救援物資得以進入 民眾得以撤離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東專家米勒表示 我認為應對持續演變的情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這不令人意外 如果以色列在加沙走廊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 似乎會有更大的災難迫在眉睫 加沙衛生部27日表示 戰爭爆發以來當地罹難的人數已經高達7,326人 拜登的幕僚表示 拜登並沒有改變基本的信念 也就是恐怖組織哈馬斯7日對以色列南部發動突襲 造成1,400人死亡 以色列有權和有責任自衛 白宮的官員解釋說 立場的轉變是基於加沙走廊 人道主義危機惡化的繼承事實 以及拜登團隊與世界各國的對話 不過哈馬斯創始人之子 之前在福克斯新聞爆料 哈馬斯並不在乎巴勒斯坦人的生命 他們利用犧牲兒童和平民 來換取美國的人道援助 這是他們的手段 拜登是從25日的談話當中 顯露出新的方向 與10月7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在記者會中表示 不管再怎麼困難 以色列必須盡其所能保護無辜的平民 路透社報導說 巴勒斯坦人民死亡數飆升 被哈馬斯劫持的人質難以解救 以及來自阿拉伯國家 歐洲盟國和美國國內日益強烈的呼聲 促使拜登團隊支持乙軍的攻擊 進入人道暫停狀態 並且專注於對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 外界擔憂 美國的人道援助是否真的能用到加沙平民身上 還是會被恐怖份子哈馬斯毒吞 並製造更嚴重的恐怖襲擊 據《每日郵報》的報導 哈馬斯發言人哈馬德近日接受了 BBC中東記者巴切加的採訪 在採訪當中 哈馬德表示 哈馬斯在7日突襲以色列時 並沒有下達所謂的屠殺平民的命令 隨後 BBC播放了哈馬斯在以色列境內 背裡的一座集體農場進行大屠殺的視頻和照片 在影片中 民眾在床上被哈馬斯恐怖份子射殺 一名婦女臉朝下躺在血泊當中 而照片則顯示恐怖份子朝一間幼兒園開槍 整個社區有超過100人被謀害 然而哈馬德卻說 因為這個地區非常廣闊 所以發生了衝突和對抗 對此巴切加表示 當哈馬斯入侵一般民眾的家時 這並不是對抗 哈馬德卻回答說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沒有任何意圖或決定殺害平民 接著當巴切加問道 如何證明在人們熟睡時 殺人是正當的 哈馬德竟不高興地回答說 我想停止這次的採訪 並把麥克風拔下丟到地上之後直接離開 另一方面 由於哈馬斯建造的隧道 是位於民用建築物的下方 進出點也是位於住宅和其他非軍事的建築物內 這使得以色列很難在不招致國際譴責的情況下 發動常規的攻擊 為了打擊哈馬斯的地下隧道 以色列國防軍一直在測試海綿炸彈 這種炸彈會突然爆炸 泡沫迅速的膨脹 然後變硬 以色列軍隊在靠近加沙邊境的一個軍事基地 建立了一個模擬隧道系統 士兵在2021年的演習當中部署了這種裝備 這些專用設備裝在一個塑料的容器當中 兩種液體被一個金屬隔板分隔 當士兵放置海綿炸彈或將它扔得更遠時 一旦中間的隔板被移除 兩種化合物就會混合並發揮作用 然而使用海綿炸彈也存在潛在的風險 海綿炸彈是一種液體乳劑 有一些以色列的士兵因為操作不當而失明 除此之外 以色列國防軍的專業團隊 已經組成隧道偵察部隊配備了地面和空中傳感器 探地雷達 特殊鑽孔系統和標準夜視鏡 總部位於以色列的機器人團隊技術公司開發了Iris 這是一種小型的可投掷無人機 可以通過遠程控制 除了Iris之外 這家公司還開發了 微型戰術地面機器人MTGR 它可以爬樓梯 士兵們可以控制它們 在建築物和洞穴中行動 摩根大通的首席執行官戴蒙在日前批評了 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各央行的經濟預測 是大錯特錯 他還警告說 全球幾十年來最危險的時刻已經到來 戴蒙在24日與沙特阿拉伯舉行的 未來投資倡議峰會上說 要為各種可能性和概率做好準備 而不能只靠單一行動方針 我想指出的是 18個月前 各國央行所說的百分之百是個錯誤 我對明年可能發生的事情持謹慎態度 戴蒙的這番話是指美聯儲在2012年3月開始加息 應對高通脹 自那時起 美聯儲已經11次上調了聯邦基金基準利率 至5.25%到5.5%區間 是22年來的最高水平 但美聯儲當時預計 到2023年底 該利率將升到2.8% 而對於通脹預測 美聯儲官員在2021年堅稱通脹只是暫時性的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通脹一直在飆升 美聯儲當時預測2023年的通脹率為2.6% 遠低於目前的3.7%的水平 戴蒙還對各國政府的高債務水平敲響了警鐘 在持續通脹和增長疲軟的情況下 他對全球各國政府和央行能否應對當前的經濟低迷表示懷疑 他說 財政支出超出了和平時期的水平 政府的債務水平也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目前的情況與20世紀70年代那時一樣 都是支出高漲並有大量的浪費 他還警告投資者應該為可能的加息做好準備 在最近 戴蒙多次警告說 高通脹、地緣政治風險和政府債務水平明顯偏高 是美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威脅 他還提到了俄乌戰爭的破壞性影響 以及最近在以色列發生的恐怖襲擊 並警告說 戰爭將對能源和食品市場 全球貿易 以及地緣政治關係產生深遠影響 這可能是世界幾十年來最危險的時刻 10月27號 年僅68歲的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突然離世 引發了輿論震驚 不少網民進行悼念 也有人質疑他的死因 中共則加緊了輿論管控 梁靜茹的知名歌曲《可惜不是你》再次被下架 李克強的死訊傳出之後 立即登上了微博熱搜第一位 兩個小時後 在微博上累積10.9億次的閱讀量 和45萬討論量 超過350家媒體跟進發布 但除了央視帳號 大多數新聞媒體的微博評論區 進入了管控狀態 無法看到評論內容 還有網友貼出馬來西亞歌手梁靜茹的歌曲《可惜不是你的鏈接》 也有人留言說 可惜不是你 微泥的你 然而這些貼文發布一小時後 就被中共的審查機構刪除了 美國作家和記者張燕在X平臺上寫道 可惜不是你 中國互聯網用戶正在利用中共前總理李克強的去世 對習近平進行攻擊 有網民說 堂堂一個國家總理 被心臟病死亡 這不是真實的 他是被習勢力弄死的 也有的網友說 中共在眾目睽睽下把胡錦濤拖出去 都敢宣稱是他自願離開 李克強突然心臟病去世 令人生疑 也有臺灣的網民表示 李克強太誠實了 被病逝 並把李克強離世與近期中共前外交部長秦剛 和前國防部長李尚福的下馬串聯在一起 指出大肅清開始 也有的網民認為不意外 因為他的名義遠告於習 怎麼可能容他一直存在 而這也不是歌曲 可惜不是你第一次被禁 去年11月30日 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死後 以及之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遇刺身亡之後 也有網友引用這首歌曲 暗指為什麼不是習 還有人在歌曲的網頁下留言 但隨後被中共的網管部門近年365天 觀眾朋友 目前對於李克強的離世眾說紛紜 不知道您是怎麼看的 歡迎在評論區分享您的看法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習慣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同時希望之聲TV開通了會員網站 內容豐富 每個月只需要1美元 您的每一份贊助都能幫助我們把真實的信息 傳播給更多的人 歡迎您加入希望之聲TV的會員網站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下次節目再見